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证明出来以后随时可以复课 那目前整个大楼的住户 基本上都是阴性 所以会随着整个阴性以后 就会在明天 PCR确定是阴性 没有其他问题的时候 才会再复课 这也是我们台警学校 用高规格的标准 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我要借这个机会 给视频朋友再做一个报告 到今天早上最新的状况 我们目前在机格的当中 增加了两例 这两例是境外家族两例 是境外的家属 匡内机家隔离增加了两例 这两例的吸力值都很高 所以目前就增加了这两例 其他的我们匡内机家隔离 951个 还没有新增个案 我们一切都会不断的反复做PCR 我们五天以后会再做一次PCR 那目前新北市 整个采取扩大匡内 扩大采奖 所以我们大楼的住户 除了扩大匡内以外 也把住户 很多的像工作人员 以及跟大楼执掌有关系的 我们全部扩大匡内 跟扩大采奖 确保没有失落 我们前一步 好好的锁住这一波的疫情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市长的说明 那接下来进行媒体提问 首先先带电子媒体进行提问 和社区大楼相关的问题 那刚刚市长也说明的非常清楚 有关于包括我们匡列的这个数量 以及确诊人数的部分 那想要请问市长 目前确诊案例的分布位置 有研判是怎么传染的吗 感染源目前离经的状况怎么样 那同时也有民众来反映说 两栋住户之间好像会有互动 那A栋之后是否会采取相同的隔离措施 目前整栋大楼 不管是A栋跟B栋 现有的住户785人 我们全部都採检 而且全部都是阴性 那B栋是因为同一栋大楼 它的接触非常的密集 尤其我们这一次採检出来的 阳性确诊个案都在B栋 所以我们A栋自治健康 也会做好整个监控 让这个疫情能够稳定 所以这两栋大楼 我们都会严格落实 做好防疫 是那有专家认为说 疫情扩大 那源头是边境防 边防太松散了 才会埃及爸爸和基势都懒不到 市长认为怎么样 我们现在面对Delta 我们大家同心其力 打好防疫 赶快守住 进到国门的Delta病毒 让疫情能够稳定的控制下来 才是我现在该进的责任 全力不守住疫情 绝对不能收线 市长之前有提到说 只要是Delta病毒入侵 就建议中央来提升为三级警戒 那目前没有在建议的考量是什么 那之后若新北市有 在一起的社区群聚案的话 会考虑在建议中央升为三级警戒吗 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有来建议市长说 应该要邀请医服会执行长 王毕胜来入驻 共同抵抗Delta病毒 那请问市长怎么看 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其力 面对病毒 好好处置 和社区防疫相关的问题 有知乎问说 他们从板桥杯再往防疫旅馆 却没有房间可以住 只好再换地方 那半夜还在路上流浪 那请问是不是 事前的这个分配和联系上 有出现问题 那有知乎说 他们有被漏掉不在名单上 目前整体的安置状况 怎么样 其他住户是不是被分散到 其他的县市 目前呢 该动所有的住户呢 都已经到集中检疫所 我们非常感谢 所有住民的配合 至于在联系上面呢 造成的不便 我们在这里对这些住户 感到非常的抱歉 那集中检疫所呢 都是统一的运用跟调度 目前该动的住户 全部都是住在北部的 集中检疫所 接下来和停课相关的问题 是否因为学校有开始停课 那是否有因此要增加师生的裁减 那停课是由各校来自行决定吗 这两天防疫假的人数是多少 我想我们停课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 我们停课的对象是我们居家隔离的师生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希望他们在PCR 阴性以后我们就会恢复复刻 那所以这个标准我们也适用在补习班跟安清班 让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防火墙 能够确实的来做预防性的停课 那最重要的停课期间我们会加强清销 而且会追踪所有孩子的健康情况 那目前整个自主防疫假的部分 因为新北市大概有40万的学生 那在昨天的统计上 大概是2386位学生 大概占所有学生的0.59% 那主要还是幼儿园的学生请假比较多 以上报告 现在和防疫相关的问题 台湾系库民调中心主任卓冠廷来爆料说 新北通报有疏失 至少有染疫幼儿园的3到4位家长和小孩 在8月中机师落地前就有发烧和呼吸道的这个症状 看见这些新北市的记者会宣布了 板桥社区整栋筛检完的结果出炉 785位的住户全部筛检 是阴性多其中有个来装修的工人 PCR结果是阳性的反应 锁定稍后 黄倩平10点进 我们带大家持续关心最新的发展 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